千百年前,古人在小鼠这天补了一卦,得到了这样一个卦象,它就是已经64卦中的,顿卦。 每年小鼠节气到来的时候,天气可以说是每日热三分,炎热的盛夏就这样开始了。 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,当退避时则应退避,不应该与酷热去争执。 炎炎夏日,燥热的不只有天气,还有一颗被外界纷扰的心。 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,在《闲情偶记》这本养生学经典著作中,不无诙谐地说。 小鼠节气一到,就找一片遍布荷叶的池塘,赤条条地躲在里面,而且还美其名曰避暑。 避开咄咄逼人的鼠热之气,并不是因为惧怕它,而是暂时地休养生息。 很多人都知道热在三福这个说法。 而小鼠节气的到来,就是每年入福的开始。 从第十一个节气小鼠,一直到第十四个节气畜鼠,是一年中最炎热最潮湿的时期。 这对人类而言很难熬的气候,对于此时的农作物来说,却是有利于生长的幸福时光。 天气炎热,雷暴频繁,正是万物狂涨的时节。 中文里面鼠这个字,就是热的意思。 月令七十二后集结中说,月初之时还不算太热,所以叫做小鼠,十五天之后到了月中,就是一年中最热的大鼠三福天了。 和其他节气一样,小鼠也有自己的三后,也就是每五天有一个小的气候变化。 以后所谓温风制,说的是在东亚大陆上,三福天的时候吹的是东南风。 东南风是太平洋和印度洋,此时不仅温度比较高,而且空气很潮湿,海风的潮湿造就了湿热的气候。 这种气候把长江以北地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。 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蒸笼,它是中医冬病夏至理论的基础。 高温的蒸发作用,可以把人体内部的污垢排出来,而潮湿的空气,就像一场酣畅淋漓的温水浴,把污垢从身体上冲走。 这个时期的养生,要注意的是宣泄鼠邪之气,如何才能宣泄呢? 中医有四个字,叫做长啸宣沸。 人们在开怀欢笑的时候,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,帮助身体,轻易呼吸道。 所以要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,把扰乱心绪的鼠热之气,随着快乐释放出去。 俗话说,心静自然凉,其实并不是心如止水的静,而是不忧不惧,心生愉悦地洒脱。 遇到事情哈哈一乐,即使出点汗也会倍感舒畅。 二后蟋蟀居雨,这里的雨字指的是墙壁。 蟋蟀俗称百日虫,破壳之后能活一百天左右。 在小暑时节,蟋蟀还在巢穴中面壁而生,等到农历七月才会去田野中求偶。 八月在农家院落群聚名叫,九月天气转凉, 它们如果不进入屋内,就会逐渐被冻死。 所以在古代蟋蟀被称为促织,这是因为它在八月鸣叫的时候。 正是妇女为了准备冬衣的布料,开始心情织布的时候。 促织就是督促人们织布的意思。 这就是古代农耕文化的智慧,对于生活的各种准备,一定要有充裕的时间。 三后英史智,智这个字式的形容词,在这里是形容英机长空的凶猛。 虽然天气炎热,但是老英却已经感应到,阳气已经在消退,英气每天都在增长。 它们于是开始练习搏击长空,为了冬天的到来做准备。 有人可能觉得,不是还有半年吗?为什么这么着急呢? 大自然中的生物,可没有人类这样的拖延症,无论做什么都要有充足的准备。 反光我们自己,还没有把这个世界了解清楚,就只想着要控制世界,满足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了。 小鼠节气也是有南北差异的,南方虽然也很炎热,但小鼠一到就意味着出梅,也就是结束梅雨季节的意思。 之后就会有放肆的阳光,这让南方人也很难不放肆。 比如把衣服筒筒晾出来曝晒,去潮去湿,防眉防住,全靠三幅天的大太阳了。 农作物一年两季熟的地区,小鼠也是收稻谷的时节,现在还延续着小鼠食心的习俗。 用新打下的稻米煮饭,把新采摘的莲藕微汤,还有温良的鸭汤和冬瓜汤,都是这一时期的美食佳肴。 如果来不及,把稻谷碾成米,就取几只稻谷绑在骨仓和供桌上,祭祀仙人,寓意丰收。 有人打趣地说,中国人过节全都是吃喝,这也没什么奇怪的,自古就是民以食为天,对每一个家庭来说,柴米油盐的烟火小事,就是一辈子最重要的大事。 说起夏天的吃吃喝喝,我想起来都市流行的冷饮茶,好像冰冰凉凉的才能解暑,但其实茶还是热着喝对人体最好。 在电影《骆驼翔子》里,翔子依靠拉黄包车讨生活,由于天气太热,一跑起来便喘不过气,嘴唇发焦,出现中暑的症状。 心里明知不是口渴,也会本能地溅水就喝,就这样不知灌了多少凉水,却丝毫不起消暑的作用。 最终还是跑到茶馆去,两壶热茶喝下去,他心里立刻安静了些。 这其实一点也不神奇,茶叶本来就是良性利尿的,所以要用热茶以求平衡,一壶热茶进到肚子里,汗马上就从身上出来了,仿佛脏气浊气寒气全都排出来,身体如同腾空了一般, 那种畅快是冷阴所不能有的。 夏天喝茶消暑,讲究的是茶中有三花。 三花指的是金银花、菊花和百合花。 其中,金银花清热解毒,凉血沥烟,菊花则可以疏风、清热、明目、解毒。 百合的功效是养阴润肺、清新安神。 它们冲泡成茶,全都是消暑的佳品,比冰镇的饮品要健康许多。 说起消暑的三花,自然不能不提驱失的三瓜。 也就是苦瓜、丝瓜、还有冬瓜,民间自古就有苦下吃瓜的说法。 苦瓜清热解暑,清新除烦,还能一气解伐,一肾利尿。 丝瓜的好处是消暑立肠和驱风化痰。 冬瓜更是兼具前面这两位的优点。 这三种瓜富含多种维生素,能够调节人体的代谢平衡,而且都很擅长驱失。 既然有三花和三瓜,自然也少不了消暑的三果。 夏天人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,空气干燥会带走人体大量水分,所以补水就很重要。 三果指的是山竹、羊桃以及桃子。 山竹清凉降噪,还能够增进免疫系统机能,不过要记住每天不超过三个。 羊桃含水量非常高,几乎超过90%,有生金、沥水和解毒的功效,所以非常适合炎炎夏日。 桃子的好处人尽皆知,对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都很好,口渴时来一颗水蜜桃。 补充汗液流失的同时,还能补充多种维生素和无基盐。 看完这个视频,是不是增加了不少小鼠消鼠的知识呢? 小鼠这个节气,经常是暴雨倾腾,紧接着就水深火热,无论是谁都想快点逃过去。 前面我们说三福天对应着顿挂,说的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智慧。 蒸笼般的苦夏,象征着人生躲不开的艰难。 君子会选择避其锋芒,在浮藏之中修身养性。 看上去是一种妥协,其实是退一步去做充分的准备,就像练习搏击长空的雄鹰,还有早早开始织布的农妇。 不能因为天热就趴在那里泛滥,要在闭门谢客的避暑状态中,积极地调节自己的心情,蒸发掉心里积存的忧虑和苦闷。 因为在你的前方,那无比忙碌的金秋时节,需要你全身心地投入去拼搏。 从小鼠节气开始,修炼你的清心、闲心和无忧心吧。 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,和我一起探讨,复杂生活中那些简单的乐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